如果你问我一个城市哪里的烟火气最重 那我的回答必然是早上的菜市场 在线提问一下各位秋天有没有吃螃蟹呢 这个还贵 这个不贵 50块钱私质还可以 你还不想吃 这怎么看的好不好 看屁股 看屁股 屁股怎么看 薄薄 那这薄薄呢 观察了半天螃蟹的生前状态 我还是被这一锅的碳水所迷倒了 这一样哪一个 这个 一个这个 还有这个藏板 这个哪一个 这是糖三角 第三道 这边还有好多比我40多大的小零食 像什么板栗饼 绿豆饼 零片糕之类的 这边正在烤着香味 就是他们家最好的招牌 不会真的有人拎着一豆热腾腾的 蜂蜜小面包 还能顶得住不吃吧 它绝对蜂蜜脆点的 热乎乎的 顶上那一块就是一圈一圈 软软香香的 北方的小伙伴有吃过茶糕吗 这个真特别好吃 又清甜又清香 一点都不油腻 非常适合当早餐 这是增儿糕 这是黑米 这是大米 这是糯米 反正就是米制品 咬下去软软糯糯的 带着颗粒感 可以吃了 你看软口 这种香吧 这很香 我就喜欢吃这种 比那种传统的更好吃 这种饭 这种饭 刚这茶糕 你看看你很红 全摘在这上面了 很鼓 鼓鼓当当的 东北年豆包 带满满的馅儿 我真的太喜欢粗粮开会了 红豆枣子加鹅 它枣子就是微甜的 然后就没加什么糖了 来这儿的理由之一 就是想吃一下菜煎饼 有包菜的和韭菜的 我觉得韭菜会更香 一个像卷布干一样叠起来 酒酿汤圆 也是我的必点之一 一杯管饱 真的是个重度诺基基爱好者 而且它这个汤底熬得非常浓稠 应该是加了银耳红枣酒酿桂化 如果一车小动物 这边的焦葱比较混乱 大家注意点 来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这家面馆是我不是钥匙的取景地 我点了一个熏鱼面 我爸点了一个小馄饨 真的是为了赶紧咬上一口菜煎饼 所以找了一个面馆做下来 不是烟火系的冒菜 它的馅料特别的多 韭菜多岁以后 这个时候吃出水刚刚好 加上有粉丝和鸡蛋 非常鲜嫩水铃 鲜还脆的 是好吃 排了10分多钟的对 我刚刚不是有要瞪你们的 我的眼睛在为嘴发烈 麻烦你们忍一下忍不了了 这头个硬币发泄一下 我妈其实一直想让我点雪菜粥丝面 她觉得那个更加传统经典 但是我想试试他们家熏鱼 感觉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 我喜欢那种炸的酥酥甜甜的熏鱼 这个肉的话有点点散了 然后汤底可以说就是酱油汤底吗 我觉得酥油的熏鱼真的很好吃 有可能说我点错了 我在店里看了一下 确实点的比较多的是雪菜面和小排面 腊油来一大 腊油不要 一大早不吃腊油 那清烫吧 这碗6块钱 热门 我爸的馄饨倒是看起来挺不错的 对 它不是那种一搓一抓的那种 全皮的馄饨 但是你看整个都能 不只有这种馄饨 还有他们家汤包饭祭点了 真的亏死我了 看着就很好吃 美洋洋老金急转弯 什么情况一山可龙二活 吃早饭还得要打老金急转弯吗 哦 这么原料吃早饭 是不是很大 不是 你看这个盐子 这个 吃早饺的 猪肉味的 反正我闻他的 鱼花不是漫冬的 是 我买的只有闻他不要人买了 他家就是店面太小了 不能坐在那吃 你叫 西吧 就是当中一个汤 那这个不疼 哎 这根据形状不疼 肯定是馅料不疼 不是吧 这是芝麻吧 对 刚才那个是 长土圆形 这边这个是圆形 刚才是豆虾线 这边是芝麻线 豆芝麻吧 刚才那个是豆沙 真的 嗯 你是胡伦春早 好吃 反正好吃 他这有 一宿街最好吃 什么情况 一公一亩 这该死 求知已不知道 打回是痒痒 一公一亩 真的 一公一亩 买个大麻糖 哎 你不要以为我是单吃 我是去煲骨饭的 6块2元 哎对 我还从来没有吃过麻糖 煲骨饭的 接着辣萝卜盖就行了 一条啊 后面排队的大爷 看到我们这个操作 属实是惊呆了 从来没见过这种吃法 你先拍 好吃 好香 很香 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很香 真的很香 很香 我特别喜欢吃里头包辣小菜的 辣萝卜根是不是好吃 比糖好吃 再说新店人们要少吃糖 就吃小菜了 感谢 吃开全盐 好 小菜全盐 那跟老板说包一个 啥也别放 我觉得再加上个麻团 没有不好吃的余地 再来喝一碗鸭血粉丝汤吧 又点了一笼小笼包 这包子为什么长得那么漂亮 这个包子像是机器你的 老板说是半手工 钟情烧 12块钱 赶上我们食堂价格了 尝一下这个鞋 是不是真鞋 是不是真鞋 怎么可能不是真鞋 有点 特技 不鞋 好啪啪 你叫啥注意 我叫啥注意 咋啥别人 来注意点 注意 嗯 不是很嫩 这东西啊 这是个冬天吃 你怎么可以用啥 有点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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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 你吃饭 我从前面要吃饭 有点辣 来 特写 真鞋 真鞋 特写 真正太辣了 但是本次我加干 是我唯一能吃得下加干 我看他俩吃那么开 我咋也没想到 他把我拉成这样 小生说一下 这个汤包不咋的 我后悔没在药神店 买汤包了 那个感觉是手工的 吃汤包万能公式 轻轻提慢慢移 先开窗后喝汤 我够一盏 我够一盏 这是他送的一碗鸭血汤 我之前再蘸一只鸭子 你们更喜欢盐水鸭还是烤鸭 我个人更喜欢烤鸭啊 鸭子好烤 原来切切没有回热 你别当时催 确实蛮催 我们暖的你吃鸭子一看看 对吧 你看这热红的路你看 怎么回事看这种干货炒货 坚果发生 还有各种片片 我觉得好有黏味啊 再配上这背景音乐什么老婆老婆 我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 天我觉得我要过年的下面 我就要看春节连环晚会了 那就再称一袋板丽走吧 12亿斤的山鱼嘎 再来说都行 好好处了 带着咱们的战利品准备打爆回府了 早起真的收获满满 遇到卖花的老奶奶再买一束花走吧 这小菊花怎么买的 七块钱 七块怎么买的 十块钱 十块钱的山鱼啊 再称一袋藕丸子 这个可以直接吃 就是外酥内糯 但是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种家常吃法 用青菜和藕丸子混一下 玩的真的是相得一张 青菜会吸了藕原子的咸香味 盐水鸭肉质紧实 虽然看起来油油亮亮的 但是一点都不肥腻 鸭肉也是淡粉色 然后带着汁水 入口就是鲜 咸 嫩 香 反正南京人很喜欢吃鸭子 每次看到这种摆放整齐 又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 真的心情又被治愈到 这里热闹但不浮躁 真实生活就是这样